觀眾朋友 你好 今天清明 應該大家 今天或是說近前 大家已經去背望 或是去靈菇塔 祭拜我們的一些先人 一些親人 那我爸是在那個富德公務 所以我每年去的時候 經過那邊就一區 在提倡樹葬 我走著走著 我就想說 我以後要來樹葬 我想樹葬感到好 第一 你要帶土葬 幾乎不可能 特別是在那個都市地方 那有夠貴的貴 有夠火氣的火氣 所以現在人幾乎 那個越來越能接受火化之後進塔 你說 塔像焦燭一樣 有夠貴 能不能有一個回歸自然 我們就提倡環保 死就沒問題了 不然我們只要把牽牽 牽牽牽 那至少回到大自然 可是前一陣子 金寶山的創辦人 他在網路上看了一個廣告 當然那個提倡說 金寶山多好 賭多好 這我們就不用看他 可是他提出了一些說法 恐怕也反映出現在很多人 特別是民間信仰的人 他們對於這種所謂的環保障 就是樹葬啊 還是植存啊 甚至是海葬 牽牽大海 這種方式他認為萬萬不可 怎麼說呢 他說現在以環保之名 行草率之時的葬儀呢 不但違反聖宗追遠的民俗道德 而且會造成無法補救的遺憾 因為你如果骨頭腹 把牽的槍 牽的大海 牽的火 這刷下去要怎麼 讓作粉身碎骨 灰飛湮滅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來了 當所謂的環保觀念 以及說實在 現在凌骨塔的塔位 也是一位難求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在政府現在開始在推動環保障的情形下 我們的民間傷障儀式 以及對於魂魄的觀念呢 會有一些調整 傳統是真的不能改嗎 在二三十年前 大家也說 不能去火化 火化也很灰飛湮滅 一定要入土為安 可是這幾年下來 大家其實都已經接受火化 然後之後禁塔 但是臺灣的民間信仰 有辦法接受從火化禁塔 轉成為叫做樹葬植存海葬嗎 我們今天來談一談 很嚴肅 可是每一個人都一定會經歷到的 最後那一理路 過往了熬 我們要什麼樣的傷障儀式 才可能符合現代的觀念 同時又是可以直接落實的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前兩位呢 都是對民間信仰 非常非常專業深入研究的 跟延居宗教民俗研究室的主持人 謝忠榮 謝老師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老師 我們也熟悉 差不多二十年有 對啊 二零零三年到現在 真的是非常不簡單 在民間信仰這麼長期的研究 我們再來換一次 年輕但是非常有實力 非常專注的靜宜大學 臺灣研究中心的執行長 文宗漢 文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謝謝 文老師 現在是年輕人 其實現在就是英雄出少年 臺北市兵運帳管理處第一兵運館 就是一兵 館長 李浩文 李館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謝謝 再來這個每次看到他 就想起他爸爸 東瓜大哥 其實對我們這些新聞人 媒體人其實都很照顧 非常謝謝 那前一陣子 他不幸已經去世了 現在接起他爸爸的 這些商葬禮儀業務 我們歡迎東瓜禮儀公司的負責人 郭縣宏 小東瓜 信聰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是真的叫做大逆不道嗎 是真的無法可挽回的錯誤政策嗎 難道臺灣去推動所謂的環保障 樹障 植存 海障是萬萬不可行嗎 來看看 將親人的骨灰輕輕擺入大樹下 預先挖好的洞穴 肉身終將化成春泥 成為大樹滋長的養分 冬日的暖陽中 謝家姐妹向摯愛的父親道別 大家彼此在凝聚彼此的親情的力量 我覺得比較重要 然後如果是儀式 就覺得感覺是人家牽著你走 然後人家叫你拜你就拜 然後時間還要花錢 給人家時間都人家在講話 環保意識抬頭 這幾年興起環保障 也就是不立碑不造墳 讓骨灰回歸大地 希望不麻煩別拿了 塵歸塵 土歸土 他就說這是他 希望他歸須的地方 就是在這種大自然之中 環保障其實維持一個 跟社會的和諧關係 骨灰倒在這個土裡面 埋在這個土裡面 不是灑上去 他還是要埋進去 埋到這個地底下 那若乾年後他就化為塵土 這個土地可以重複利用 環保障包括樹障 花障 植存和海障 又稱為鹼障 大約在三千到一萬元之間 有些縣市更推出當地人免費方案 鼓勵環保障 我們現在有研究出一些方法 加上一些榮林菌 菌跟菌 加上腐植的土 然后腐植的樹葉 這樣放進去以後呢 一層一層這樣鋪上去 那麼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埋的洞不要太深 它大概10公分左右就OK了 讓上面的草很快就吸附這個養分 過去土障的禮俗正在轉變 2006年環保自然障 僅有百分之零點一八 到了二零一六年 已經成長到百分之三點九 累積超過三萬人 接受減脹的人口正在大大增加 不過館長我先請教 現在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 開始在推動這個叫環保障 是鼓勵大家去做環保障 為什麼 鄰姑塔不夠用了 有一個現實層面的問題 就是傳統上我們是以入土為安 這個觀念 但是因為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有一塔難求的問題 還有那個塔位供需深合的問題 現在臺北市民死了沒地方去 臺北市目前的富德凌姑塔 陽明山的一塔已經都滿貴了 都滿了 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塔是陽明山的珍愛樓 那也只剩最後一個塔 那這一個塔的話 目前我們有限制是說 只有台北市民才可以使用 那為了避免說塔位的 就是它的一直太快就滿貴 所以說我們有推出一些政策 是希望說環保障 然後可以讓塔位不要那麼快就滿貴 這邊可以補充幾點 就是說因為內政部從幾年前開始 它其實已經沒有把門檻拉高 不再讓這個民間也在設立所謂的零鼓塔 納鼓塔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以前可以一直蓋 只要我這個地符合這個殯葬的這個需求 我就可以蓋零鼓塔 但是現在沒有了 所以就變成說 其實這個一定是破戒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當零鼓塔 民間不能蓋 政府的已經滿了 死也沒地方去 這其實就是這種 你幾乎不能去比較多嗎 周邊的那個鄰居反彈 殯葬設施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的 那個屬性非常強的零幣設施 超級嫌惡設施 對 所以說要尋找一塊新的地方 蓋新的塔 塔樓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 就連臺北市復得要去擴建 也擴不了 對 當地的居民通常是持反對的意見 但是謝老師 我要請教了 那個一位難求是一位難求 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會轉到那種比較貴 但是比較遠的地方 那根本的問題還是在說 我們就是沒辦法接受說 自己的死大人 或是自己的情人 燙燙的BBQ之後 裝在罐頭裡面就有夠 那現在還要把他贏的手 樹葬在民間信仰來講 真的無法接受嗎 基本上基本上這個一個習俗的行程 他是要一個長時間 長時間的累積之後 因為外在很多那些條件的改變 比如說那很明顯 就是說我們在臺灣 臺灣這個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這個島上 基本上來講 很多問題都出在那個人口太密集 比如說垃圾問題就是一個 也是類似的問題 所以當外在環境慢慢改變的時候 當然這個習俗就會 因為外在環境有些改變之後 就會有些改變 只是說這種習俗的改變 他你若是用那個政策性或是說外力 那個大力的那個去扭轉他 通常會造成很大的一個阻力 基本上那種 因為所謂的傳統形成 那說傳統傳統 其實傳統的形成一開始都是 所有傳統一開始都是新的 沒有說一開始就是傳統 但是他經過幾代之後 幾代人之後被接受之後 他就會我常常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就好像外國人不拜祖先 可是我們一定要拜祖先 那我們在我們文化裡面 就經常民間信仰裡面 經常聽到有些人出問題 是因為祖先不安 造成那個影響 所以為什麼會是這樣 我我用了一個比較新的觀念 就這個是所謂的文化的DNA 就是說文化也有長年 漢人長年拜祖先之後 在文化裡面有這個因子在 我們繼承的這個文化 自然而然在我們的會 他會影響到我們自己 自己的本身 就是說生活也好 或是說其他的 尤其是觀念上面的這個這個部分 所以這種的改變 不是那麼快就是說 短時間就可以改變了 是啊 就是說要慢慢改變 所以才能夠大家比較容易接受 我們無法接受 那數臟的原因是什麼 最主要是因為傳統那個魂魄觀念 魂魄 對對對 因為傳統 不管就是說在漢人社會裡面 我們認為說人有三魂七魄 那你三魂七魄如果載的話 就是人就會有精神 他哪有失魂落魄 對對對 那你如果少掉一魂一魄的話 就要去收魂 那你人死掉以後就魂魄分離 那傳統觀念認為說魂上升 魂是比較屬於氧的 那魄是屬於陰的 所以魄要入土 入土 其實這個是早期 古代當然沒有那個環保的觀念 其實這個也是古代那種所謂的環保觀念 就是說你那個肉體 肉體大部分是破大部分在肉體上面 你肉體就是要入土之後 入土為安 入土之後就會消失掉 那當然以前的人認為說那個 所謂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那個形體的完整 全屍啊 對對對對 就是形體完整之後 然後慢慢被消化掉 這個是一種一種古代的 類似我們現在的環保觀念 不過那因為後來就是說 因為很多種種條件的限制 沒有辦法在那麼容易的 進行這方面的習俗化的話 可能就是就必須要慢慢改變 所以但是當大家的觀念 如果說老一輩還停留在那種所謂的入土 比如說我父親當年他也是堅持他一定要土葬 到後來沒辦法 連我們鄉下南投那個地方 他還是火葬啊 所以這個習俗的改變 他還是會改變的 當然當然 只是說這個你改變的造成他改變因素 是從他自己內部族群內部 這個地區的人的 他內心的意願呢 還是從外力來的那個條件 關鍵在這邊 我說一個笑話 我其實就是常常是青森經理 我說是大人交代說 你不能把我收 我一定要抬 要怎麼抬 過往期之後 不過拔筊 說母親是大了 現在就沒辦法抬 政府也沒穩固 不能抬 我們用揮划好不好 拔下去 拔 沒筊 啊不要 好參選一下 再來 這件沒辦法 這件事就比較沒辦法 再拔下去 還沒筊 他就已經把鼓掌 拜託 把勤求 一百四五次 你絕對有筊嘛 所以路邊就揮划去了 但是我要請教謝老師 你說入土為安 還是說破要是因的要入土 你規劃進踏也沒有入土 這就是大家會接受 你贏的錢就不會接受 這不是邏輯上的矣矛盾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如果是以傳統這種所謂的 魂魄觀念來講 我是覺得這個一開始 其實我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可以去追以前新聞 一開始有所謂那個這個寶塔 那個出現的時候 其實民間是不能接受的 也是反抗很大 不能接受 因為他離地去離太遠 他脫離地面太遠 因為塔這種設施 基本上是從佛教的 印度的佛教帶來的思想 是 就是說塔這個建築物本來就是 放過頭的 高升園局之後 突避 火化之後 把他的捨立 堅固子之類的 把他放在塔裡面 所以他慢慢受到佛教的影響 之後 信佛人 他比較能夠接受 進到塔位裡面去 所以你看 你去看 四季的不管是輸人的塔 公家的塔 都拜佛祖 拜佛祖 拜佛祖 拜阿彌陀佛 拜地獄 很少拜那個太乙救福天尊 沒有了沒有了 拜祖教的 對啊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受到佛教的影響 是啊 我們在說要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跟我們同事進到這樣 我們同事就說 我覺得他很無聊 他說他以後 絕對絕對不要進塔 為什麼呢 好急喔 一開始這樣而已 像酒櫃一樣 對啊 看這樣 人家我會就痛苦到 四季還要這麼痛苦 所以他一定要海闊天空 說實在 我也是很傳統 很守舊 很古板的那種人 我說你要贏的手 你要不要想看看 六月天的時候 火燒波 下到要死 還來的又風胎 風暗的 笑笑叫 還來的跟冬人 還冬到要死 你如果去進塔 沒有你也一個房子 在那裡蓋頭這樣 如果要想想 我們兩個很無聊 你知道嗎 死了之後到底是怎麼樣 讓誰知道 但是我想問問老師一點 就是說 這一種其實 商葬應該是 所謂的宗教信仰 甚至文化最根深蒂固 最難改變的那一塊 現在包括政府 包括不少的民間 包括環保團體 也希望說 這個可以從火化 再進展到環保障 有可能嗎 做得到嗎 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討論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有一個很大的盲點 那個盲點就是 我們現在的樹葬跟海葬 真的是環保的葬法嗎 那我們的樹葬跟海葬 現在都是採取先火化 火化之後 然後才葬 可是我們會思考到一個點 就是說 臺灣的商葬文化 或商葬禮俗的原始邏輯 是二次葬的概念 就是說 對 我們要去扯滾 那為什麼要扯滾 那個扯滾 其實是回到那一個地方 或者是回到祖先 他居住的那個地方 給他做一個新的這個儲 給他起來找一個新的儲 所以那是一種關懷的過程 那我們的這個政府的政策 我們現在遇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幾乎都是政府政策 制定下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很早以前就限制不能圖葬 是 那再到後來民間不可以有這個零骨塔 所以政府政策不斷地在想新的方式 或者是說 要用一些制度 來管理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可是他沒有去顧慮到說 民間社會或者是民俗發展 他原本的邏輯 或者是說他要怎麼運行 他要怎麼走 甚至包括 他其實有很多國外的案例是 他們覺得這個環保障 不是說要先燒掉 因為像我們現在火葬場 要這個焚燒 其實經常會引起周邊居民的抗議 是 寧願要垃圾風化爐 也不要火葬場 經常有這種討論 PM2.5 結果輸就有人會再討論 對啊 那個更可怕 那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 我們為什麼要先火葬之後 才來樹葬跟海葬 這個在其他很多國家 甚至包括覺得說比如像就我所知道像德國有個案例是 他們直接就埋在土裡 他不是先經過焚化這樣子 那甚至也有 如果不要燒 不要燒 直接帶進去 大體就把它帶進去 當然我們臺灣的文化不見得可以接受這樣子 那但是像這樣子 他就是追 比這個我們現在看得到 經過一個焚燒又更自然的方式 那甚至像瑞典 他們有人提出說這個用這個液化蛋 就是先浸泡這個大體 那可能過沒多久之後 這個他的大體就是分解就會比較快 甚至都有這種概念 那個衝擊更大 對 這個衝擊更大了 但是我覺得關鍵其實要回到就是說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就是說在這些政策的推動上面 為什麼樹葬有那麼多人反對 海葬可能大家接受度不高 那這個關鍵的核心原因還是到 他沒有去顧慮到說民間社會怎麼發展 我們的原始的文化邏輯 其實是有二次障的概念 是 我們是必須要回到祖先 長緬的地方 去關懷他們的 瞭解 孝東哥請教你 有說人家的客戶 說要求的樹葬 有啊 現在其實這接受度 慢慢越來越高 就逐年逐年再攀升 越來越高 那不怕灰飛煙滅嗎 其實我覺得一般會選擇環保障 他們就比較不會太在意這種民俗的所謂一些做法 或是傳統觀念 不是像我這種固執的老頭子這樣 比較不會受到那個限制跟狂價 對 他們一般會選擇到環保障的話 有幾種類別 一種是在於說 他們家庭上經濟有困難 所以他們希望說 在整個過程中是比較偏向減帳 他會跟你講說 小東瓜我想要簡單隆重 因為我可能連醫藥費都快要付不出來 我實在是沒有那麼多的錢 可以去付商帳費之外 我要再花錢去買塔威 所以他算是被迫 算是選擇吃 就說那不然我就選擇環保障 這樣的方式 這樣是一類 那另外一種就是 他可能王者身前 他就會覺得說 我覺得環保障的方式 我可以接受 他蠻新穎的 他並沒有那麼多 民俗信仰 或是宗教上面的一些框架 他會覺得說 我想要選擇環保障 那說真的就是幾年前 其實很多人在做環保障之 還會有點怕怕 會覺得說我想這樣做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 可是由於現在政府其實大力的在推廣 包含有很多的宗教領袖 他們自己都以身作折 就是像我們聖刑師傅 他過世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把我的骨灰灑 灑在伐谷山那邊的一片的紫純的地 所以他那個其實也影響到 我要跟聖言仿司在一起這樣 就是也影響到了很多的人 他們覺得說 既然連他們都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為什麼不行 所以其實就變成說 這幾年就很明確 從數據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環保障的接觸 越來越增長 不過館長我請教 我們來看看 到底什麼叫做樹障植存 海障 政府推這個到底是怎麼做 推得動推不動等一下再談 但是要怎麼推 我們來看看 從兩千零六年到二零一零一六年 這十年當中 樹障已經有兩萬四千多件 就是已經有兩萬四千多個人選擇用樹障 什麼是樹障呢 就是在公墓 骨灰要燒 不能不燒 一定要先燒完之後 骨灰放到納土當中 然後再植花樹 然後在樹木的根部周圍 埋藏骨灰 就在樹下面 但是是要在公墓 像我爸爸那個 富德領屋塔旁邊 就有一區 植存就不在公墓了 植存就感覺比較好 但是其他鄰居可能會害怕 放在哪裡呢 放在花園 放在森林 但是也是特定劃定的 但是不是公墓 拋灑或埋藏骨灰 不立碑 不射焚 不立碑 不射焚 這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立碑 那就是因為你責命 對不對 你不要立碑 就大家都可以贏 海葬呢 也是要特定的海域 你不能說自己學不會 船仔 跟巴黎 跟杜朗外海 你就學不會他贏 特定的海域呢 去海葬 其中剛談樹障 已經有兩萬四千多件 植存有五千六百多件 那海葬是一千五百件 左右 我請教了 所以樹障做的方式 就是火化之後 然後跟那個 那個兵葬管理處講說 要樹障 就直接丟在那邊 是不是 是被怎麼處理 樹花杖的話 一般民眾如果要申請 就是先到我們 台北市的第一兵醫館 或第二兵醫館 然後填寫申請書 然後我們會給他一個盒子 然後之後那個骨灰 是紙做的嗎 對這是紙做的 裡面這是空的 所以很快就分解掉了 沒有這個紙盒不會進去 骨灰裝在這個 裡面的棉紙袋裡面 可被水溶解的分裝袋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樹障區 這一個圖片 我們會在這個地方 會像這個地方 其實叫做紙箔園 紙箔園這個地方 我們會把這邊 會挖起來一塊 然後把連同這個紙袋 把骨灰一起放進去 這個儀式叫做一個樹障 要立個說那個 譬如說陳信聰長棉魚尺 不會不會 不立碑 不立碑 不射粉 不記名 不立碑 不射粉 不記名 那這個就是聖宗追遠的部分 也是我們一直在那個 在加強的部分 那我們的話 臺北市的部分 是每年我們會辦追思音樂會 在清明節的時候 讓想要追思 想要那個 他的那個 掃墓的朋友 他沒有地方可以掃 那一樣就回到我們的樹障區 那邊我們會辦一個那個追思音樂會 就是在那區 然後你們辦音樂會 我的家人親人 就去參加音樂會 聽聽音樂 就算來拜我了 大家還是可以 可以那個 在那個園區裡面 我們現在的那個樹障區 華障區都已經公園化 那個平常就很多人在走了 所以是那個地方 是一個可以讓你 可以讓你很享受的一個地方 謝老師這會不會又是另外一個 跟我們的傳統文化罷 én 拚盡 聽說 阿不然你也悶 我們會 觀念要可以改變 你才有辦法接受這種問題 你如果觀念一直都還留在那邊的話 怎麼推都推不動 我舉個例子吧 這兩千多年前 那個孔子有個學生 他那個家人就是長輩去世了 然後他們認為說 因為以前他有時候會說要守校三年 甚至在墳墓旁邊要蓋個草茅 守校三年我們就叫做大翔 一年叫小翔 三年那個孔子學生就說三年太長 可不可以縮短 縮短不要那麼長 然後孔子就問他說 你覺得安心的話 你就去做 老師用充滿的就對了 你覺得安心的話 你就去做 所以基本上所謂的習俗的行程 就是說這個區域的大部分的人 這個文化大部分的人 他的觀念 他有這個觀念在 所以他就形成這個習俗 那這個習俗並不是說完全不能改 只是說他改變必須要還是必須要有時間 經過一段時間 是是是是 不過就是變成說那牽涉到說自己的觀念 跟家人的觀念 有些可能是猝死的 你家人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所以那跟其實我們之前在談所謂的那個安寧病房 或者是玉立遺囑 這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在生前健康的時候 先跟你家人講好 如果你所謂的生病了 不能講話了 插管 氣切等等的 要做不做 先講清楚 不要害怕你死 你還不知道 農聯儒 你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死了 過往後 該怎麼處理 是你堅持一定要所謂的火化進塔 還是你所謂的說 我的環保比我兒子更先進 我就要來這個樹葬 這個呢 其實是有一個叫做生前契約 之前講了很多 但是這個部分常常變成說 哎呦 我要跟你簽 你就麻煩就倒了 要怎樣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醫療糾紛 他也可能說 是不是這個只是在炒作鄰谷塔 或者是說一些所謂的商業上的行為 可是呢 其實有時候 他還是有必要 就你的經濟能力到哪裡 你小孩子的經濟能力到哪裡 你願意花多少錢 在你自己的商葬儀式上 先說清楚 包括說這個有三萬塊的 請導播讓我看一下 PC 這有三萬塊的 三萬塊 包括說集體接運 這不包括營運 他就要扶掉 說這不可以 這價值起來 智商協調 還有那個電梨的會場人員 發營 火化封罐 那官仔不包括 那個是火化封罐 官仔因為那個 從一萬塊到十萬塊 到二十萬 都有人在買的 然後進塔的費用 後續關懷等等的 申前契約 為什麼在現在恐怕命令到一個 完全推不動的情形 問題卡在哪裡 是不是應該去注意所謂的生前契約 我們來看看 生前契約就是生前規劃自己的身後事 跟殯葬業者定契約慢慢分歧付款 把儀式埋葬方式規範的很詳細 二十多年前日本引進 在台灣風行 基本的要十五到二十萬 豪華的七十到八十萬 在我可能 很可能在我活著的時候 我就可能先把這份契約給購買了 那我就用看似分期 然後去繳交這樣子的一個費用 那直到有一天如果我申雇了之後 那我就會按照這個契約去做一個旅行 生前契約內容包含遺體接運 治喪協調 喪禮佈置 火花風罐禁塔 還有鄰谷塔或是土葬購地費用 都包含在內 如果是單身者 事先立好遺囑或是寫好證明文件 可以全權委託殯葬業者 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從他往生的第一段時間 在醫院我們就要 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會到現場去 協助他們做牽制的動作 到整個到殯儀館 到安設鄰堂 譬如說捧牌位或什麼的 他們如果沒有人要捧 所以我們工作人員可能就會帶牢 幾乎是說如果他生前契約有購製的話 其實我們是可以從頭到尾幫他做整個服務 民國92年 殯葬管理條例修法 生前契約需將預售費用的75%交付信託 需要在你交付的金額的75% 要交付給銀行的信託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說是業者不能去動用的 他是要確保說萬一 如果今天禮儀公司倒閉了之後 那麼這個75%還是可以償還給家屬 經濟衰退 身後是跟著縮水 現在購買生前契約的人數大不如前 從民國100年的時候 平均一個商戶它在整體的花費上面來講的話 可能是約末差不多40到50萬左右 包含塔位啊 包含就是整個包套的契約高利市等等的這些花費 可是到了現在來講的話 以台北市為例可能就已經降到平均可能商戶是花在20到25萬這個區間 過去商葬禮俗講究大型排場 現在極度簡化 要什麼樣的商禮可以自己決定 小童話真的 我就想到我們爸爸二十幾年前過翁的時候 我們是很傳統的 因為我們還有一間古屋嘛 所以我們是又搭湯 我是整整守齡七七四十九天 很傳統的 我就是睡在我爸爸旁邊四十九天這樣子 然後那個要出山進去 我的那個午夜功德啦 甚至我的葡萄啦 要照射買 涼涼涼那種的 那場花下來真的很可怕 現在一場商葬儀式大概平均普通的 不要太寒酸大概要花多少錢 每個縣市都不太一樣 但是以台北來講的話 現在大概是二十再二十五 就可以辦了一個還不錯 算隆重的一個高壁儀式 一定是火化嘛對不對 不可能土葬 火化 包括那個那個罐子 包含罐子 然後二十到二十五 大概二十到二十五左右 那如果塔位的話 你可以說可以買比較像是公塔 台北市的公塔 就是五萬塊六萬塊兩個價錢 那斯塔的話就有最便宜到三萬 最貴有大概一百多萬 那就看你的經濟能力 去怎麼去做選擇 對 你們怎麼買生前契約 其實我我個人比較不太推 生前契約這個東西 生前契約有它的 歷史價值跟定位 它很好是在於說 因為二十幾年前 台灣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民風社會 大家不太會去輕易談死亡這件事情 所以就變成說這造成家庭很大的困擾 那生前契約的產生讓大家有一個平臺說 爸爸這個我們這個生前契約有這個想法 那是不是可以去透過千例 然後來討論 我們身後是要怎麼去做舉辦 那所以它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改變了台灣人對於面對死亡這件事情的態度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來 生前契約非常棒 可是在這幾年的發展下面 你會發現說生前契約它遇到一個很大的瓶頸 就是說因為它跟保險不太一樣 比如說你今天購買一個保險 你過了十年二十年之後 它通貨僅說它還是可以變成錢 你一樣可以花 可是商禮服務這件事情 它會隨著時代的改變在走 而變得不一樣 就像剛剛主持人您提到的 就是幾十年前那時候辦商禮 也是這樣盛大的告別意識 想像當時如果你買一個 那個年代所創立的生前契約 如果我現在要履約 你覺得可行嗎 不可能 對 就是這個就變得不一樣 又拿我們現在的生前契約來講 一般生前契約 你一定會減負一顆骨灰罐 我們大膽的假設好了 如果假設十年二十年以後 這個骨灰罐塔帳也不流行 大家都走所謂的環保障 假設 那請問一下 你現在買的這個契約的骨灰罐 這個業者是要退給你 還是不退給你 這個東西就會有很多很多 消費糾紛 對 這個就會是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把握 我現在買的生前契約 這些所謂的項目 在過了十年二十年之後的變化 到底還是不是用那個時代 沒有人敢保證 我們簽約給他 就算二十年之後 一個那個罐頭 一個罐子 然後從十萬變成是一百萬 你還是得賣給我 那是一定 但是如果假設你用不到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說以後大家都 所有都選擇環保障 那我這個骨灰罐 難道留在家裡拿來當花盆嗎 就是這個事情 就變得不使用 有啦 有那種詐騙集團 把那個那個罐頭拿來 當那個火鍋用了 不過我請教館長 假設啦 我相信一定有啦 儘管我到現在觀念 還沒辦法改過來 如果有長輩覺得說 我就是追求浪漫 回歸自然 讓我每天可以看著大海 擁抱大樹這樣子 我就怕我家裡是誰 給我進塔 我可以怎麼做 針對這個部分 如果是 你這也算生前契約就對了 是算是意願書 是依照冰葬管理條例 第六十一條這個部分 如果有讓那個家人要 他有這個意願的話 他可以先填據這個意願書 或是在醫書裡面 就先書寫 然後這個意願書的後面 是寫說他有意願 他要參加海葬 或是樹葬或是畫葬 然後這個東西 就會建黨在我們臺北市 冰葬管理處的資料裡面 然後這個紙本的部分會希望他可以交給自己的家人 或是他的 跟他的遺囑放在一起 我簽這個有什麼好處 簽這個就是你的意願 可以清楚地傳達給你的 你的 就是等我再見之後 你會拿起來 跟我的女兒講說 你爸爸說要樹葬 你就不能學不會來 我們的冰葬管理條例是說 需要他的親屬 需要尊重他原本的 往生者的意願 臺北市現在 如果還可以進塔 那個塔位要錢嗎 也是要收費的 樹葬是一毛錢都不用收 樹葬花葬跟海葬 目前是免費 我再請教謝老師 實施政府要撒這個環保障 他要怎麼撒 早有可能說 也許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慢慢的臺灣人可以接受 基本上這個還是一個觀念的改變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提到那種所謂的入土維安 這種土葬 或是說剛剛溫老師提到那個所謂二次葬 這種檢古這個習俗 他也不是古代就有的 就是說因為移民的關係 漢人移民的關係 他才慢慢形成這種習俗 因為基本基於那種所謂的那個孝道的思想也好 或其他的思想也好 形成這個習俗 那所以這個一定要等到那個觀念慢慢改變之後 你這個東西才可以慢慢被接受 那基本上我認為說 在以臺灣這個目前這個環境來講 這個應該是避免不了一個趨勢 就是說你你因為人太多了嘛 所以人多之後你勢必佔用土地就會很多 所以這個這個問題 這個將來都還是會走到一個趨勢 關鍵就是說你怎麼樣去處理這個身後事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所謂死者為大 死者為大 這問題就是說以那個你在其實我們在商禮的過程 宗教的儀式或是怎麼樣 一方面他當然是處理死者 一方面是處理這些親屬的情緒 這兩邊都要照顧到 不過夏老師我當然知道 您是宗教文化的學者 而不是那個 但是我想那個問題 可能是一般民間信仰的民眾 一直要問的問題 我如果是變成是樹葬 植純 花葬 海葬 我的被葬的那個親人 我的祖先 我的那個長輩 會不會很不安寧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植純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如果按照傳統混破關來講 就是說以那個所謂的宗教儀式 最重要就是處理生死 兩件事 死亡是最後面 所以你除王 你如果透過傳統的比較有義理 有意義的那個所謂的那個我們講說那個宗教儀式來處理之後 那其實身後這個東西 我們也可以 我可以大人講說已經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能夠讓王者安心的走 然後讓家屬也安心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 其實我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 有一部分是出在前半段 就是人剛死到葬之後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那個這個處理過程 太過也被簡化 或者說被所謂的政策的那個約束 葬傳佛教說中英生這段 就是我們講說你你剛剛有主持人 剛剛有提到說七十四十九天 這佛教觀念 那道教裡面留著說也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 因為主持人以前練人類學都知道 就是說這種所謂的通過禮儀 生命禮儀本身就是一個通過禮儀 這個通過禮儀就是他有個過渡的那個階段 是 不管是從人從出生到成長 因為是死亡這個階段 就是說人死了 咽了一口氣一直到完全都不知道是事 或是怎麼樣的 沒有感覺必須要有一段時間 這個是過渡的一個時間 就必須要有特殊的禮儀來處理 是 是 就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換句話說 從文化再談回來政策 也就是說 不管是臺北市或是其他地方政府 要推這個環保障 他不能只處理說骨灰怎麼放 他必須現在人過往那一時間 他就必須要有讓他信得過的 也許是他的那個教友 也許是佛教 也許是道教 也許是伊斯蘭教的 然後呢 在這中間搭配他們的這些過程 讓所謂的活者跟死人 得到宗教信仰上的安息之後 你植存樹葬才成才能成功 對 你如果沒有去處理頭前那塊 人就因為不可能接受後面那塊 但是我再請教一下中漢 現在會有越來越多這個情形 單身的 不要結婚的 還是不怕離世歲 還是說家庭關係不好的 你在路的再見 也沒有人要參與那塊的 這種個人的 他有辦法透過 不管是生前契約也好 或者是玉立遺族也好 或是剛剛館長拿的那一張也好 確保自己未來怎麼處理身後事嗎 其實我常講 人的生死知識 幾乎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都是掌握在別人手裡 所以像生前契約之前 我們我也聽過一個案例 就是說 他是基督徒 可是過世之後 幫他辦傷事的是他的長輩 那長輩全部都是做民間信仰 所以完全不給他走這個 關係罪員的話講越多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他給最多錢 那所以他完全不給他走基督教的模式 就是直接就是用民間信仰的方式 來處理這件事 他就信助了 你還要給他涼涼涼涼 對啊 所以該做的科技也是做 那所以我覺得生死知識 幾乎都不是操縱在自己手上 那這個大概就是生前契約 很難推動 或者是說他會遇到的 簽了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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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遇到很多這種 我通常會鼓勵人家說 單身其實也是會有朋友的 所以我們其實在很多儀式或者是現在的商葬的這種文化 其實殯葬業者很能夠幫我們做整套的這個完整的規劃 那但是關鍵其實還是要自己有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些朋友 就是說願意信得過你 然後願意幫你做一些事情 然後可以跟你幫你做完你人生的最後這一層 我覺得這個東西才很重要 我們現在人情淡薄 有很多重要的儀式 比如說像那個諸葛亮 他上次過世的時候 講那個 辦得很清晰 做路座 你看他很清晰 但是他做路座就引起很多爭議 很多人現在就不知道說 這個路座是什麼意思 還以為說那個是很不好的儀式這樣子 可是大家都忽略說 其實像路座這麼簡單 可能放一些水果 然後拿個三柱香拜一下 就能夠表現他自己對這個人的這種景仰 就是對他跟 他對他的尊重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關鍵不是在儀式複雜 或者是簡單 而是你自己怎麼樣子建構 你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你跟人跟人互動的關係 還有就是說 你怎麼樣子去維持有人願意來幫你 或者是說跟你一起走完你人生最後的這一段 我覺得那個反而是更關鍵的事情 中海我請教 其實所有經歷過那個家人死亡 傷障儀式 傳統傷障儀式 其實我覺得那悲傷的成分都不多 荒謬的成分很多 時間到了 整個時間到了 還要靠 有女兒來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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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你就要靠 靠之後大家在旁邊打肉 我想問的是說 究竟因為你研究這麼久的宗教 我們辦了那麼多的傷障儀式 山心土地 蜂蜜 蜂蜜 連噴射機 直升機 信用卡都燒 有多少是真的 在信仰上 我們認為那是很核心 非做不可 是 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覺得傳統的民俗文化 各種儀式都有他特殊的意涵 包括說 我們當然都會覺得說 臺灣傳統的那種 傷障文化 好大喜功的那種場面 很浪費或很不好 可是有時候你回過頭來思考 他每一個儀式都有他 當時的社會功能或意義 而且他是可能是某一個時代的人 共同形成的價值觀 包括說我們在講說 傷障禮署裡面有很多這種人勞 人勞好像會比較有 對對這種文化 我們覺得說 奇怪 這個傷障怎麼會 還有需要這種 要有這種馬戲的表演 那其實他某一種程度 都是在幫我們做一種情感 上面的舒緩 瞭解 所以我們看那個 復後七日那個小說 最後他嚎嚎大哭 不是在傷勢的時候 嚎嚎大哭 可是他最後做完這些儀式之後 他才有那種感覺出來 其實有時候他的那種儀式的功能 我覺得都還是有他的意義存在 包括說像那個 有一些這個勘蒙釘 有一些這種過橋的儀式 他其實也是我們對 讓王者可以往前走的那種投射 所以真要說 我覺得說現在的 其實我們現在傷障儀式 傷障管理 因為經常被政府的政策 或者是說一些就是文化的這種限制 所以我反而覺得現在很多那種簡要的 反而看不到人情味 很多傳統的這種儀式 反而能夠彰顯人跟人的互動 或者是說活著的人 對過世的那個人的情感的投射 我覺得那個部分反而更多 是 其實有時候大家就說這都漏行 可是你想一想不管是什麼葡萄啦 你這個人過世的你要普度 或者是說要做功德 做功德不是只做使者 是那個親族全部 你會做功做罵 就是五代 十代通通都要一起做 某種 對 那某種程度就反映出人民需要說 就剛一直在講通過儀式這一塊 但是小通哥還要請教你 這個是我們歷年來呢 所謂的土葬跟火化的人數的比例 我們可以看到火化的人數 是高度的一直成長 對 而土葬是一直在下滑 可是我必須強調 這數字不是那麼精準 因為很多呢 土葬之後 叩滑叩金之後可能又進塔 所以這個可能會這邊納到這邊來 但是我必須強調說 很明顯的臺灣人是越來越能接受火化 對 土葬也許迫於現實 也許文化的改變越來越少 對 在這個情形下 為何會產生這個差異 為什麼人民越來越接受火化的觀念 其實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從政府的政策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 就像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在二三十年前我們民國七十幾年 那個時候來講誰敢要火化 一定都是土葬為主 那那個時候政府他要推這個 所謂的火葬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的土地 可以讓大家這樣做就是濫用 OK 對 所以他為了要解決這個所謂的 已經算是國家問題 國安問題 國安問題 因為我不能讓就是 這個事情無條件 無止境的一直擴展下去 是 所以就變成說他被迫 必須要有一個採決一個方法 剛剛其實館長他一直不敢講 就是說其實現在在台灣 各個地方政府其實都面臨最大的問題 叫什麼 冰障設施不夠用 冰櫃不夠用 木障塗地不夠用 他們沒有辦法去提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公布門 他們不可能跟他講說 我肚子沒有肚子 我怎麼辦 他也不可能講說 我的禮聽不夠用 像幾年前我大家 如果還有一點印象的話 會發現說什麼 冰儀館常常什麼 冰櫃不夠用 要搞到大家要拿乾冰水面壓 因為台灣的死亡人口越來越增加 但是設施就是這麼一些些 所以他們其實也被迫變成說 我必須要去做一些政策上的改變跟調整 我才有辦法去解決這個社會的問題 所以當時就開始透過一些 最早如果大家還有點印象的話 最早的納古塔 不是民間自己開始一間一間蓋起來 而是跟什麼 跟寺廟合作 他是透過寺廟宗教的力量 去跟大家教育疏導說 其實這個不要有疑慮 這個寺廟也可以放 怎麼樣的 然後慢慢大家好像可以接受了 然後這個程度越來越高了 才開始有民間業者秀到這個商機 環保障之所以部分人可以接受 恐怕跟聖元法是有絕對的關係 有 這個聖元願意用自己來去以身示範 說我要這樣 而且我不要定點 然後我儘管有燒出設立 我也不要存那個設立 我一樣就是用樹葬 可是有時候我們想想說 太多時候在商葬儀式 我們太尊重傳統 太在意別人的觀點 太少說自己跟死者那個關係 他需要情感上 需要得到一些書法 需要得到一些處理 越來越多呢 我們民眾是選擇用自己的方式 不管是剛談到樹葬 或者是說死後 或是生前的追思會 我們來看看 有各種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 爭取安樂死立法的體育主播傅達仁 今年1月舉辦生前追思會 身形銷售體力一天比一天差 但他要在活著的時候 一一向家人和好朋友 擁抱告別 感謝這個世界 年輕的時候奮鬥向前 年老的時候喜樂再見 喜樂再見 以前的習俗是喪禮陣仗越大 象征家族越興旺 但現代人講求簡約經濟 不少人更想以茶會音樂會 向人生羨慕 可以來一個溫馨一點的 就是可以辦個茶會 然後點點心 有咖啡有茶 反正大家就是先去拿自己喜歡的食物 然後坐下來之後 就可以開始欣賞我的影片 然後想要跟我說說什麼話的人 就可以上台講一下 或說我的家人想要跟我說什麼 和生前好友再喝一杯茶 比起志士的殯葬禮儀似乎更有意義 有在音樂廳裡面去辦一個所謂的音樂的追思會 然後又或者是說在電影院裡面去播放他人生最後的 就是回顧首映這樣子 那以及就是說在咖啡廳啊在書店啊 甚至像我們去年也曾經辦過一場 我們是把攝影棚直接整個搬在就是告別式的會場裡面 然後去為往生整做最後的人生的一個回顧這樣子 是否想過生命的終點戰用什麼方式出戰 也許現在可以開始思考 不過溫老師常常就是做宗教研究 都會認為說 喪葬儀式是最根深蒂固最難改變的 可是你也看到說其實有不同各式各樣的那種追思的 或是葬禮越來越多 究竟我們核心的觀念是什麼 最要守住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什麼叫做沒有歐北鑾布 其實我反而覺得商葬禮俗是最快被改變的 最快被改變 所以說我們目前看到狀況 商葬禮俗應該是改變最容易的 反而是信仰就是祭祀神靈的部分 比較不容易被改變 那商葬禮俗很多時候涉及到自己個人 或者是說跟家庭 跟這個整個社區的人的互動 各種各方面很多複雜的因素 那再加上政府的政策 或者是說你看我們過去 其實殯葬業是不見得是有需要 全部都給殯葬業者處理的 傳統社會很多商葬的事情 是自己可以完成 不需要找殯葬業者 那現在是完全都必須要透過殯葬業者 什麼事是可以自己做 很多事情是可以自己做 很多儀式過去的傳統社會 都可以自己看 我們這些這種基本的嘗試 不見得是完全都要由業者來處理 作孫啊 拜飯的都自己來 對對對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其實我們現在遇到這樣子的變化 真的是台灣社會遇到很強的這種文化的衝突 可是我們並沒有去把它沉澱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政府推了很多政策 想要讓他走得快一點 可是他沒有回到 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他沒有回到文化的脈絡去 從文化裡面去改變 那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很核心的部分 就是台灣人似乎對 我覺得對死亡好好告別這件事情 這個功課沒有做好 因為我們很長的時間 都不太懂得如何跟家人好好告別 所以像剛才看到的這個畫面 我就覺得很不錯 就是說他可能先有一個好好告別的儀式 然後再面對自己的死亡 那可是到了那一天的時候 到了他真的過世那天的時候 我們的家人對他之間的情感的投射 能不能有一個新的文化的出現 這個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至少有一個新的 有一個溝通的過程 可能大家會說 那你們台北人才這樣想 要告別追思啊什麼什麼 可是如果從宗教信仰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如果我們是相信有魂魄 而他沒有順利辦法往生 恐怕都是因為執著 眷戀或是有怨恨愧對 這時候在生前生後的一個好的say goodbye 不只是在所謂的文化跟心理上 在宗教信仰上恐怕也是很重要 那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說你回歸到那個最我們人生最基本的一個功課 就是說你對生命的看法是什麼 就是說你 那個什麼 那個順治皇帝出家師 你們不是提到嗎 未生我前誰是我 生我之後我是誰 對就是說那你 我常常講講講一個一個案例跟我學生講一個案例說 人一個人出生的時候高興的不是自己 死掉的時候悲傷也不是自己 就是都是自欽的那個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種所謂的那個 這種觀念的那個改變還是還是很重要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處理這一塊 這個讓那個生命的一個循環 畢竟為什麼我們要必須要透過 一個所謂的傳宗接代也好 或是說以前偉人講過的生命的意義在創造 於宇宙去取生命 所以人的人生最大功課一個就是生存 另外一個就是繁殖 生殖 所以這個是一個一種生命的緣序 所以這個怎麼樣去解決這個文化的問題 是恐怕就是最應該是說 最值得我們去深深刻去理解問題 我我我一直以為說我們過去就是說 在傳統我們這年輕的那個教育方面 很缺乏這一塊 就所謂的生命教育這個問題 你如果把這個生命教育的處理問題 把它做好之後 我相信很多外在的一些東西的改變 外在改變 那個只是外在改變 就是基本上你如果他本質的那個精神都還在的話 我我我相信大概還是應該還是會被接受 不過我們今天談這個其實很重要 主要的一個想法是說 對於死亡這件事 不要老是把它當成說絕對不能談的 什麼禁忌啦 什麼去這去那 好好面對死亡 不管是自己或是家人的死亡 早一點討論早一點面對 恐怕才會早一點圓滿 但是館長我再回到剛剛我們談的環保障問題 剛剛兩位學者一直在談到你要回到台灣民間信仰那個文化跟土壤 還可以再怎麼推廣才可能讓民眾接受環保障 現在很顯然所謂的塔位的壓力是越來越大 政府還可以做什麼 其實就觀念的部分的話 現在可以接受環保障的民眾是越來越多 大概以台北市為例 大概是佔每年的他大約到兩成的人 是願意接受環保障 台北市兩趴 那二十趴的死者 接近兩成的 對 那以我們推廣環保障 其實他就是 以生命這個核心來講的話 我們是以孝道不變這個前提 去推廣環保障 那讓那個傷障這件事 他是以孝道這個還是以他的核心觀念 是 然後再用一個相對環保障的方式